刘伯温虽然说是朱元璋身边的重臣,但朱元璋对他并不放弃,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的天下落到他的手里,便下令将他赐死了,可他死后呢,还是有小人在皇上身边说他的恶行,在他的墓地上大做文章,说他的这块墓地具有天子之气,他虽然死了,可难保他的后代不会受到他的避疫,对明朝江山形成威胁。 朱元璋本就生性多疑,害怕江山有所插持,再加上小人的恶言,于是朱元璋就带人去把刘伯温的棺材锯掉了一个头,换句话说,就是断了他的头。 可就在他开关的那一瞬间,棺材中出现的六个醒目大字,吓坏了众人。朱元璋却不淡定了,大呼,认错了。 明太祖朱元璋从一个农民一路组建义军,驱逐猛园,最终光复华夏创建了大明王朝,这一路坎坷实属不一。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以后并没有贪图享乐,而是勤勤恳恳地处理国家大事,对于百姓来说,确实是一个好皇帝。 但是,朱元璋毕竟是一个从最底层一路走到最高位的皇帝,他身上有着很多小人物的性格特点,比如说生性多疑猜忌,对下属信任度不够,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大臣痛下杀手,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却在刘伯温的棺材里碰了臂。 朱元璋出生在一个底层农民家庭,家里一开始靠着一个豆腐店维持生活,养活了一家六口。 虽然朱元璋年少的时候家中非常贫困,但是他们一家六口过得还算幸福,朱元璋从小就放牛来补贴家用,非常懂事。 但是,朱元璋17岁那年遇上了严重的洪灾,洪灾还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瘟疫,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难以支撑。 洪水和瘟疫让百姓们民不聊生,朝廷上也没有什么作为。 无数的可怜人都死于了这场瘟疫,其中就包括了朱元璋的父母以及他的大哥和二哥。 眼看着亲人死去的朱元璋没有任何办法,只能用自己仅剩的力量来好好的活下去。 为了活下去,他甚至去坐了乞丐,到大街上沿街要饭。 但因为灾疫太过严重,要饭也无法维持生活,他就想了一个办法,去寺庙里面当和尚。 虽然在寺庙中能喂饱自己,但是朱元璋发现,和尚也做一些欺压百姓的事情。 他一气之下,便离开了寺庙,到受灾不怎么严重的地方去要饭。 朱元璋一边要饭,一边看到了风土人情,也看到了百姓民不聊生的苦难。 他认识了很多英雄,跟着这些英雄,朱元璋也逐渐走向了反抗的道路。 元朝末年,受不了元朝无能朝廷的英雄好汉们成立了起义军。 朱元璋也因机缘巧合加入了其中,从一个到处要饭的乞丐,变成了一个起义的士兵。 在军队中,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展现,一开始就受到了军队首领的赏识,甚至还娶了首领的养女。 这足以看出,朱元璋确实很有军事才能,也很有潜力。 军队的首领都迫不及待地想把女儿嫁给他。 后来,朱元璋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,并且和陈有亮确定同盟。 两个人建立了政权,朱元璋也自称为吴王。 但朱元璋的野心不止如此。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,他东征西战,逐渐打下了自己的王朝,最终成功建立了大明王朝,成为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。 刘伯温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猛将,他不仅智慧了得,还精通阴阳五行,对青天剑的工作了如指掌。 刘伯温不仅能知晓过去还能预测未来,对风水有自己的见解。 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,刘伯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朱元璋也对他颇为赞赏。 但是,在朱元璋成功登基后,他对一些有功之人极度恐慌,害怕他们觊觎皇帝的宝座。 所以朱元璋慢慢变得心狠手辣,一旦发现了一点破绽,就会把这个人置于死地。 因为朱元璋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非常珍惜,所以他对官员的赏罚也变得非常严厉。 朱元璋称帝以后,刘伯温就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今后的下场,开始给自己寻求退路,甚至都提前找好了自己的坟地。 因为刘伯温对风水知识知之甚深,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给自己选的一定是一个风水宝地。 一些小人就用这件事挑拨朱元璋和刘伯温之间的关系,说刘伯温给自己挑的坟地比给皇上挑的墓地风水还要好。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朱元璋也不免开始产生怀疑,因为风水大师都说,刘伯温给自己挑的墓地有天子的气息。 朱元璋害怕了,就赶紧将病重的刘伯温送回了家乡。 送回家乡,刘伯温就可以不用被埋在挑拳好的墓地了。 直到刘伯温在家乡死后,朱元璋还是不放弃,想把刘伯温的棺材锯掉一个头,这样就能缓解这个墓地的天子气息。 于是,朱元璋就带人去把刘伯温的棺材锯掉了一个头,换句话说,就是断了他的头。 朱元璋想要挖出刘伯温的棺材,就要先把刘伯温的墓给挖开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,刚挖了一个洞,就掉出来了一个东西。 朱元璋仔细一看,原来掉出来的是大明律,而大明律第一章上面写的就是开关见尸者斩。 这六个字可把朱元璋给吓坏了,他连忙让人把刘伯温的墓给关上了。 仔细想一想,其实是刘伯温走的时候,预料到朱元璋不会就此罢休,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。 把大明律放在自己的墓地里,一挖开就会掉出第一眼,让朱元璋看到,在那个封建迷信的王朝。 这对朱元璋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。 刘伯温恰恰恰是抓住了朱元璋的心理,才让自己死后留下了一丝清静。 朱元璋在领会到刘伯温的意图以后,也赶紧对他的行为表示抱歉。 在刘伯温的墓地上摆出了一些忌品,并且还亲自安慰了刘伯温的家属。 希望刘伯温的家属能够原谅自己的鲁马不再计较这件事情。 刘伯温在朱元璋夺取大业的路上,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。 在朱元璋夺取天下以后,刘伯温还继续帮助朱元璋治理天下。 这样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受到朱元璋的怀疑。 朱元璋毕竟是从一个小农民变成了一代君王,他骨子里面还是自卑害怕的。 尤其是在夺得天下以后,更是担心有功劳的大臣会造反,所以才变得心狠手辣,开始增加刑法的力度。 朱元璋虽然非常小心谨慎,但是这些并不能泯灭他的功劳。 朱元璋在位期间不仅致力于变法,而且非常重视农业,帮助百姓脱离贫困,保证农民有地种。 虽然后世对他保贬不一意,但是朱元璋还是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历史,拥有着极高的历史地位。